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访额 呼吁共同打击制裁与外国干涉 而北约峰会则要求中国停止对俄提供武器零件 与此同时 不少欧洲政要纷纷给习近平戴高帽子 试图通过公围来影响其决策 芬兰总统司徒布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都在这方面表现积极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内 淮河2024年第一号洪水已经形成 水位持续上涨 淮河防总和水利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王家霸闸水位达到警戒线 相关部门正在紧急应对 最后 让我们聚焦少林寺 2024少林考工总决赛在松山少林寺拉开帷幕 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逾百名少林功夫习练者展开激烈角逐 争夺2024世界少林功夫之心的殊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越发紧密 中国人大委员长赵勒继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会谈 强调双方要共同努力改善立法 打击制裁与外国干涉 这一行动表明 中国不仅在外交上支持俄罗斯 还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为其提供实际援助 与此同时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在华盛顿的峰会上指责中国是俄罗斯非法侵略乌克兰的决定性推手 并要求北京停止提供军事支持 这些对立的场景揭示了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和未来的走向 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不仅限于外交层面 还涉及金融和军工制造业的支持 甚至在东海进行海军演习 这一切都表明 习近平的既定方针是坚定的支持俄罗斯 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分别给习近平戴高帽子 希望通过吹捧的方式影响其决策 斯图布认为 习近平一个电话就能化解乌克兰危机 因为俄罗斯依赖中国 而欧尔班则称中国是创造俄乌战争和平条件的关键力量 批评美国执行的是战争政策 欧洲没有自主战略方针 这些言论虽然迎合了习近平的胃口 但也可能导致他对欧洲局势的误判 欧尔班的动机在于通过讨好中国 获得更多投资 并彰显他对威权主义的崇尚 然而 这些努力最终可能只会为普京和习近平服务 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评论欧尔班的和平使者之行时 也给习近平戴上了高帽子 称 只有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 才能作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 尽管泽伦斯基对北京的态度感到不满 但他仍认为中国有能力影响俄罗斯 然而 习近平是否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 甚至亲自访问基辅与泽伦斯基会面仍是未知数 习近平目前的立场和行动表明 他更倾向于支持普京 而不是充当中立的调解人 尽管如此 欧洲国家领导人继续给习近平戴高帽子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他的决策 但效果如何仍需观察 明报 淮河流域近期的强降雨导致水位持续上涨 形成了2024年第一号洪水 王家坝水文站的水位已经达到警戒水位 淮河防总和淮河水利委员会 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这一情况引发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淮河沿线的居民和相关部门 正密切监视洪水的发展情况 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可能的洪水灾害 王家坝闸作为千里淮河第一闸 其水位变化对整个淮河流域的防洪工作至关重要 香港电台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对美方通过并签署 所谓涉葬法案表示强烈谴责 强调任何妄图阻挠西藏人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全国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美方的做法 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支持西藏独立 这些声明表达了中国对西藏问题的坚定立场 认为美国的做法 只会破坏西藏的社会稳定 无法阻挡西藏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 这一系列表态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东方日报 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访华期间 瓦方办公室发布声明称 已请求中国银行在该国开展业务 中国和瓦努阿图联合声明同日发布 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瓦方重申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并支持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双方将加强各层及各领域的交往 特别是在应急物资储备 气候变化 减评与发展等方面的合作 中方欢迎瓦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并承诺继续提供奖学金和培训名额 双方还重申维护国际和不扩散体系 呼吁有关国家审慎处理核污水排海和核潜艇合作问题 萨尔维在中国会见银行官员时提出 希望在首都维拉港开设人民币清算银行 以降低中国商品价格 明报 2024名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区明石三菱景区开幕 论坛宣布明石三菱景区将逐步扩大文化遗产开放范围 计划到2030年实现明石三菱地菱全部开放 开放计划分为三期 2024年至2025年将开放私菱和永菱 2026年至2028年将开放茂陵 太陵 德陵 和新行公遗址 2029年至2030年将开放献陵 御陵 和庆陵 此次论坛的召开不仅展示了明石三菱的文化价值 也为未来的开放计划奠定了基础 明报 2024少林考工总决赛在中国松山少林寺拉开帷幕 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逾百名少林功夫习练者现场角逐 争夺2024世界少林功夫之心 此次大赛历时一年 从101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余名少林功夫习练者中 选拔出2400人参加洲际大赛 最终胜出的选手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 比赛项目包括少林拳法和少林器械等 少林寺介绍 考工是少林寺的重要制度 旨在考察少林弟子和少林功夫习练者的学修成果 记忆成就和心性智慧 据统计 全球约有一亿人习练少林功夫 其中海外约有6000万人 德国之声 德国政府在关于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 可能投弃全票 这一决定的背景是 欧盟委员会已经从7月4日起 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最高可达37.6%的临时关税 原因是中国厂商通过高额政府补贴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 德国政府担心 如果支持加征关税 中国可能会对德国车企乃至整个工业界采取反制措施 北京已经开始对欧盟电动汽车关税采取反制措施 包括对来自西班牙 法国 荷兰 丹麦的猪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德国基尔大学的贸易专家新辞指出 中国的反应其实是一种降温的举动 表明他们仍有谈判意愿 德国总理肖尔茨希望欧盟能与中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 确保各方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明报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接受马来西亚新州日报专访时表示 国民党在2024年台湾大选中败振的主要原因是内部问题 马英九认为 国民党在两岸同语读的问题上处于中间位置 而民进党虽然声势很大 但选举结果也不过赢得四成选票 对于两岸统一的可能性 马英九认为双方要能够和平共处 不要利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争议 他指出 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 马英九认为 民进党领导人应该懂得收敛 因为大陆比台湾大太多 即使想拉住美国也不太可能 这种情况下 需要聪明的领导人来处理两岸关系 明报 印度电讯大亨安巴尼的幼子 Enant 迎娶制药大亨女儿 Rodica Merchant的世纪婚礼在孟埋举行 这场婚礼耗资达6亿美元 前后历时近半年 婚礼从1月起就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每次都云集各界名流 重金请来明星表演 正式婚礼 从7月12日持续至14日 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会出席 宾客名单包括必贤夫妇 大量宝莱物明星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贝利亚 以及美国女星Kim Kardashian等 婚礼前还举行了多场派对 宾客包括 微软创办人盖茨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尼 Meta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 乐坛天后 Rihanna和Justin Bieber也应邀表演 根据福布斯的实时富豪榜 安巴尼身家达1237亿美元 是亚洲首富 明报 在深圳 一个朋友暂住几天 可能会给房东带来大麻烦 最近 一位深圳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抱怨说 他的朋友来深圳找工作 暂时住在他家 但由于忘记向房东报备 结果房东被罚了500元人民币 这个事件发生在深圳市龙华区 罚款的原因是 房东李先生 未能及时向社区网格管理员 申报居住人口信息 李先生解释说 当时他不在家 导致没能按时完成申报 据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 规定 非深圳户籍人员的居所 为租赁房屋的 出租人有义务 及时申报居住登记信息 为申报或虚假申报 将面临每人500元的罚款 这个事件 提醒所有深圳的房东和租户 务必记得及时报备 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罚款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